我們來看99年這一題 那這一題的話 對全體考成的答對率普通而已 其實沒有很高 但是這題其實本身並不難 如果你仔細的去了解他問什麼 就覺得好像在講廢話 他說這裡面加起來 每個數1跟負1 可能很多人就覺得1跟負1兩個選擇 最後就選了20次方 但是這並不是 這題主要就是 他問你加起來的結果有幾種可能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下 影響加起來結果的重要關鍵在於什麼呢 在於幾個1 1在第幾個出現不重要 重點是在於幾個1 可是1的個數呢 1最多幾個 1最多10個 最少0個 所以 表示說1的選擇就有什麼 11種 對11種 所以我們這樣子就知道 這題就是這樣11 因為他只問你加起來 不管你 所以裡面的順序其實 你可以不用去看他 但他如果是說 對 我這個每個可以選1或11 這樣選擇就會有2的十字方種 但他這裡是加起來 好 那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問 欸 我們延伸來問 如果今天改成成呢 把它改成成 答案有幾種 那應該就是2的14種 沒有 成 成起來的結果 只有 對 成起來的結果這樣有幾種 1種而已 哪一種 1 只有1而已嗎 1乘負1 只有1跟負1 2種 好 所以就是 然後你可以慢慢的 掌握 欸 不用什麼複雜的排列組的公司 對 就是不需要 他們就是要建立你 你真的要 能夠去想問題 要抓到這個考題的精神 好